~~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有心卯 己害心畏 这一个是我客人的一个八字 来讲的话 是一个难命 这个八字我们来看看 他的一个天干 全部都是金 都是一个食伤型的 然后他一个地支你看 有来 土来生金 金来生水 水来生木 他是一种一连相生的一种状况 他一连相生的一种状况 所以 其实这一个人来讲的话 天干食伤地支官 来说的话 他因为就是说 像这一种的我们一般会判断说 他是一个商场人员 技术人员 维修人员 或销售人员为主 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维修人员 而且他的技术各方面都是获得人家认可的 我们来看看 他进入这个运程 你有没有看到 丁火克星金 其实他的一个心经是有伤的 心经代表的是他的食神 食神来讲就是他的一个情绪 所以基本上他进入这个运程以后 他的情绪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快乐 他的情绪会受影响 而且判断能力他会变得比较差一点点 可是我们看他的地支 你有看到 一个 两个 所以其实在这个运程里面 他的一个八字来讲的话 他的财运算是一个不错的 他的财运算是一个不错的一种特点 因为毕竟来讲这是他财运比较旺的时候 所以其实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像这一种八字来讲的话 他当然他现在是有官运 但是我们假如往后去推论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毛续合 然后 接下来又会变成是有金更旺 天干丙心一合 纳过来乙木被克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其实在后面的一个运程来讲 跟官运会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地支全部被合 然后这个还被克 所以在后面的运程来讲 他的官运其实是不佳的 官运不佳的 所以假如在公司里面 他再怎么呆 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很难升迁 就是维持在这一边 所以 但是你会发现到 他依然怎样 他的一个财运 依然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食伤还算可以 然后 地支财运也算好的一种情况下 一般 我就会建议就是说 假如有机会的话 去试看看 去试看看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像他这一种八字 来说的话 就是会有人会来找他 会有人会来找他 要来谈合作的这一块 会有人 因为毕竟来讲 我们从这个八字来看 能不能合作 其实重点不是在看比肩 比肩只是是合作的那一个人而已 你要了解 比肩只是合作的那一个人 真正要看能不能合作 是要看这一个食伤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食伤心在的时候 这个土进来对他才有帮助 不然很容易你知道吗 一个土进来 他的一个比肩一进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食伤心 他反而变破财 所以一旦比肩进来破财的情况下 他这一种的八字就并不适合去合作 可是他这一个八字 你会发现到土一进来 在这个运程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土一进来他会克 他会克财 所以其实来说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合作机会 但是从下一个运程以后 各位看到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土一进来 都会是有帮助的 第一个 卯虚一合就剩下这一些嘛 那就土生金嘛 不会克水嘛 这一边一样土生金一样也不会克水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在后面的运程 我才会比较建议他去合作 当然在最近这几年里面 例如像今年己亥 也是他的一个 己亥来讲的话 他这一年也可以 为什么火生土 土生金一连相生 地支的水不会受伤 但是这是表象 今年的财运还是一样会起起伏伏的 所以来说今年并不是一个很好 可以去跟人家创业的一个时间点 而且又刚好碰到的是什么 日主出竿 所以他今年反而要注意 一切的状况 最好就是等到明年庚子 庚子的一个状况就比较好 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在工作上 假设他有要创业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当然是会建议到明年起 再来考虑 明年起再来考虑 今年先度过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年 看起来虽然很好 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运 所以今年来说 他还是要注意 毕竟有日主受克的一个现象 11月以后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所以说这个八字来讲 我们以我的观点 我会建议他 有机会就去出来去创业 但是时间点一定要拿捏的好 不要再错误的时间点 错误的时间点 像刚初创的时候 很有可能连一年都撑不过 所以那个点很重要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因为未来的大运来讲 对于他的官运是完全 没有很大的帮助的情况下 假如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试着走出来 跟其他人有机会的话 就合作 试探看 所以毕竟来讲 这个八字本身就是在创造力 食伤很强的一种特点下 只要财运维持的建债的话 其实都会有不错的一个成绩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